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画法 先用那个水和墨调制一下 调制的那墨色呢 棕色吧 就是墨分五色嘛 咱们用棕色 调到棕色以后呢 咱们头一笔呢 先画虾腔 头一笔画虾腔 然后摁住笔 往画虾腔的方向摁住笔 往下拉 这虾的头部就画出来了 然后呢上边呢 要补一笔 下边呢要摁住兜一笔 然后要画虾的那个平衡器 也就是虾的两侧这两笔 第一笔 第二笔 因为采取近大远小的这种感觉呢 所以这个上边的笔要画稍微小一点 这样能觉得有立体感 这个虾头画完以后呢 咱们就画虾的深 一般是三笔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三笔 画虾呢 前边呢 墨调好以后前边沾一点水 这样呢画那虾呢 比较有那个虾的那个质感 这是整个虾画完了 然后呢 画它的那个部族 部族一般画四根或三根 实际上这个部族很多 但是一般就画三四根代表一下 一般画四根三根都可以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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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的小腿呢 画六根六个 画完小腿以后呢 画它的前前一般是分三笔 第一笔呢 第一笔呢 第一笔要短一点 第二笔要长 第三笔要短一点 更短一点 在这个基础上呢 出两个 它那个 就是夹子也叫钱 同样也一样 这个 这个钱呢 可以画一个张开的一个壁上 这样能显示这个虾呢 比较真实 活泼吧 反正就是这个 画完虾钱以后呢 画虾的虚 一般画六根虾 从前边出两根 也就是从这个平衡器这儿出两根 行比要慢 然后从平衡器这个呢 往后画 每边画两根 画虾的时候要转动的笔 这样显示虾比较厚 比较沉稳 从这儿再出 这个虾就画完了 虾画完以后 在虾八成肝的时候 咱们点虾的眼睛和虾的肠胃部分 下面看一下 点眼睛的时候要顿住笔 在虾头的四分之一处 然后画虾的肠胃 然后画虾的肠胃 我们一般通常把这儿 叫虾脑 这样呢 就是说这一个虾 就整个完成了